字幕提供 這是憲民廚房今天忽然生出來的新專案 叫做憲改必考100題 本來還有一個目標叫黃老師憲法教室之類的 現在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會把 基本上就是一個基礎建設的概念 然後會把重要的憲改的相關概念和名詞的條目 還有羅列出來 然後每個條目像會開放QA 然後用憲長給問方式的方式來呈現 那大概第一頁會是這樣子 那第二頁下面就是會有條目 然後下面就是QA 那你可以對那個Q和問題和答案都可以做投票 那越高投票越高的會跑到越上面去 答案越高的也是 那接下來要做的是就是編輯群會去編輯條目 然後確定得是撰寫 那大概每一則的說明都會是小小的 大概可能250到300次左右 那從資訊平台的話就是會參考那個沃草圓埋的 那請那個LY來講 那今天有做一個初步的 初步的demo這樣 然後那個英文的那個憲法的topic翻譯好像已經百分之快三十了 基本上就那個直接拿寫好的東西改一下 所以那個title還沒改 但是這邊可能就是憲法必須會快遞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會改成分類 然後他們會有兩層 所以跟我們的原本結構很像 然後點進去就會有幾個題目 那再點音樂不僅是爛的 所以就不要點 那大概是讓你 然後接下來可能加上那個討論的 他們會有回答功能 所以那個回答功能就會接那個discop 大致上就是這樣 要補充嗎 我們要宣傳一下遊戲 誰要宣傳 Cosquay的人宣傳 好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遊戲 就是剛剛那個遊戲的部分 憲法遊戲的部分有一些討論 那如果有興趣的 麻煩跟那個憲品廚房這邊聯絡 我們很需要那個 有遊戲的知識背景 告訴我們哪些是可以做出來 哪些是做不出來 要不然天馬行空想好像會做出一個 好像會無法達成任何真正的成果 謝謝 下一位 下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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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